我送上来的就是鸡汤浸海滑 你们真是猜不到 之后烧鵝也送来了 都是特价的 就贵少少 33元一发 你说是你拿去 你其他那些都给你拿去 哇 真是夸张 所以现在不便宜就有原因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8月31号 现在是下午4点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东风西路 西长地铁站上边 今天就和老婆过来吃晚饭 都是这样的 这里不算传统以上的旅游区 基本上附近都没有什么游客 但是这里很得意 很近西华路 如果你懂得走的话 如果你不懂得走的话 最好不要 在这里一直往前走 转右就去到西华路 但是很远的 我们先走一下这里 这里就是传统以上的居民区 居民区最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找市场很容易 我们都是会买菜的 有观众又说 为什么你们这些时候买菜呢 是的 女儿开始上学了 以前不上学 一天睡在家里不吃东西的 老婆刚才告诉我 她的女儿 因为现在早上已经要上学 体力付出得比较多 中午说很饿 一个人吃了五只鸡翅 真是厉害的 平时放假 在家里就坐在那里 带着手机按按按按 怎样吃饭多 所以今晚我们等一会 走完之后 都会过去那边买菜 买完菜 再去吃饭 这里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 就是广亚中学 大家看看上边是简体字 中间是英文字 最下面那一行是什么字 而我的学识是不知道的 是吗 回文 我猜是 回文 我猜应该是回文 应该是那边 大家看看左边那些 路牌是没有那几个字的 在镜头正前方过去 已经是广亚中学了 广亚中学的占地面积是非常之大的 之前也带大家去过的 现在我们没够吃饭 没够吃饭 到处走一走 去前面的汉桥 在汉桥那里 是可以拍到铁路的 都挺酷的 然后因为准备打台风 今天8月31日 这条影片出街的时候 可能那些风球已经过了 那些树吹得很厉害 还有那些几天挺凉爽的 还有北风 很奇怪 今年的天气 老婆突然有兴致想行行轿 带她上去行行 这里除了汽车以外 单车又或者电动车 你看看上去做什么 你看到吗 是呀 足母带头盔 然后立刻罚单罚20元 这条桥都是很特别的 它是转转转上 才跟老婆讨论 为什么会有这条汉桥呢 应该是因为下边有条铁路 什么东风路 在这里是可以看到附近很多建筑物的 例如那个方向就是西郊大厦 就是大概是半堂村 那个方向大概啊 你听我说 原先我们也不打算走到这里 只是带老婆去看看 在这个位置 走过去就可以去到西华路了 经过兜兜转转呢 我们是来到这里 这个传统意义上来说 就叫做西华路美 在前边那里又可以去到西华路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不去了 整天都去西华路 就真的有点疑多了 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做巴士维修站 这里 是的 巴士维修站 它是三汽巴士 还有在对面 就会有很多卖瓷砖 瓷砖的地方 对面有 但凡和瓷砖相关的 比如说马桶 外牆的铁片 铁片 瓷砖都有 很多间在这里 前边往右转也还有 老婆马在这里赞自己 其实我也很熟 曾经有一段时间 昨晚我在泥湾路上班的时候 我家刚刚开动了地铁 5号线 我在泥湾路一路走过来 走了半条西华路 然后来这里上桥 再过去西村地铁站 就是我们刚才出来的那里 那里都是5号线的 回家 比坐巴士维修车更好 还有这些铁路其实是有车过的 都挺远的 只不过我们今天 这么巧也看不到的 是广贸铁路 广西面那些铁路 就是走到这里 至于镜头正前方 走过去 应该就是 西村里面的市场 大概那个方位 绿色那里已经是珠江桥 是因为中山八路 绿色那里已经是珠江桥 中山八路 去到绿色那里已经是上珠江桥 没错 这个方向就是上珠江桥 曾经有一次我们坐火车 好像是邵兴很久之前的事情 都是会经过这里 很久很久 下来了 122 现在给我看一下 4H2 4H火车 就是你在这里拍火车 对呀 绿级有拉货 拉货 还有两台高 小朋友真是开心 他还拿了 他拍了火车给我们看 不过他不知道 其实我们在家 看下去火车是很近的 就在旁边的 所以基本上他看过 我也看过很多次 因为有铁路 所以铁路边附近很多地方 他都没有办法改造 扩建 他不能拆掉火车铁路 真的有铁路 所以 大台风 铁路边附近有铁路 都很难 你怎样都要货运 就算你没有和谐 你也有货运 没有客运都有货运 所以 你怎样都要 有铁路边附近 先说回刚才那个话题 因为火车附近的居民楼 仍然保持到很有原来的特色 因为楼不起得高 又不可以说要火车改造 不可能 所以通常在火车路旁边的社区 都是保持得比较愿耻 这里是什么社区 好像我不是来过的 好像这些屋 都是几层楼 一二三五层楼 五层楼高 它不是起得高的 后面那些多久 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也不奇怪 九十 一定不是九十年代 这些车停在这儿 警察先生又不会来 发负单 挺好的 旧社区挺舒服的 这里是和平南新街 曾经来这儿 帮观众找过 他曾经住过的地方 好像都找得到的 什么呀 这里还有煎羊三宝 还有风扇对着来吹 有什么香点 干点 自家镇 这些社区最有味道是什么时候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到八月十五中秋子的时候 有很多小朋友 就会出来玩蜡烛 又会 可能拿些月饼 拿些灯红出来 因为大家其实是认识的 去到傍晚的时候 就有很多那些 长者在这儿玩啤牌 一元几毫 这里就是和平南八街 十三号 前面就是我说那种情景 很开心的 你看 全部都在围住 小朋友还未上学 可能是更加紧的时间 开心一下 不要拍人 是啊 你好 work writing 和 漫漫我們又進入了西昭公園 大家在鏡頭畫面都看得到 這裏的樹木超多 包括先頭我們經過見到 那些叔叔阿姨在坐啤 小朋友在踩單車 又或者這裏 前面還有一班球友在打叮叮波 所以這裏老社區最好 那些樹木很密 全斬掉它是不可以的 差不多等人生活在公園裏面 對 挺舒服的 旁邊有市場 就是我們現在準備去的市場 就在旁邊路仔過去 好像快到甚麼市場又便宜 但相比之下不算是很大的那種 這裏老社區還有這裏 剪得到6元 尤其是藍士純粹剪短是不錯的 至於面前就是我們要去的市場 它是一個半戶外有鵬的市場 這個時段可能未算很熱鬧 因為5點鐘未夠 如果在這裏一直往外面走 就已經可以去得到地鐵站的方向 有些美女也適合買完菜 就是這裏了 可能也是那句 來得的時間不是很便宜 所以真的沒有我們第一次來到這麼熱鬧 但價錢也是很便宜的 這個是甚麼瓜 冬瓜仔 冬瓜仔 好啊 這裏還可以吃的 還可以吃的 那我們繼續走 已經開始 這個是不是芋頭 芋頭有賣了 8月15日便到了 有些水果、蔬菜已經見不到 秋風起了 薯仔2元1元 小粒 還有一些番茄仔 2元是吧 這些夠味的 薯仔 薯仔耐忍 這些吃了不會餓的 2元1斤 那裏是賣3元 對,那裏賣3元 已經算便宜了 那裏 那裏有些用3個半 對,有些用3個半 4元我都見過了 這裏賣2元 還有一些本地的番茄是2元 又或者一些 放了一段時間爛了的那裏就1元 那裏有些味道 那些腥腥的那些味道 至於老婆還在選擇薯仔 薯仔多好 小小隻 快熟 這裏有趣 剛才我們賣錯的老闆 原來在這裏計算 也是靠字角的 薯仔2元9元 還有那裏的老闆很開心 什麼 這麼大的番茄 2元 好啊 人就開始越來越多了 因為已經差不多6點 是呀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有很多人 是很早上班 早上班便早下班 早下班便買菜 開始又見到有芋頭 3元半包粉 又有增城和田菜 貴4元 應該很漂亮 在和田旁邊種 還有雲南生菜4元半 暫時看見價格又不算很貴 又不算快打颱風 賣貴一點 因為始終廣州 很少這種事情發生 廣州經常見颱風 沒有什麼所謂 差不多8月15日 又買了蹄子 6元一斤 這些好啊 這些爛人蹄子 閉上眼都可以吃 滾了 這裏有肚子 兩元半而已 早幾天 都不算買貴了 不同品質的 應該不同品質的 這裏有肚子 這裏就方便 就稍為遠離了少少 越瘦那些市中心 那裏近北京路 那裏就貴一點都很正常 這裏是什麽 1元2毫 西瓜仔 一買回去 那裏一天 一吃完 夠膽 是的 吃了一天 可以的 不是吃一天 她切了一半 然後就 用筋筆 就筋筆了一天 是吧 又有冬瓜 一元半 連黃牙白 一元半 人真的越來越多了 開始會塞車 有菜花 兩元半 還有在市場 見得到越來越多的 番石柳 這些果細細 但是這隻聞起來 沒那麼香 十元七隻 我的八香果 就是番石柳 怪不得沒有味 十元七隻 八香果 開始熱鬧 那些菜販 叫賣的聲音 給錢 到賬的聲音 單車的聲音 全部都是有的 挺熱鬧的 現在剛剛 都還未夠五點 四點十個字 又或者有一種 可能 小朋友明天正式上學 準備多些菜 開學 回一天學 又休息 清暖豆角 三元半 青年絲瓜 五元一斤 這麼貴 這條番薯 三元一斤 三元一斤 你看伊賣幾道菜 回去 煮飯吃 吃 有筍賣 五元半 零下龍 兩元一斤 兩元半 連糖糠也有 五元一斤 一般市場 臨時放賣 不是 裡面又有冷氣 沒有 所以是特別便宜的 這裡進去 其實還有一部分市場 裡面都很熱鬧 裡面會更多 魚 肉 賣的 今天不進去裡面 因為我們很少這個時間賣魚 哇 排隊買燒鴨 這麼厲害 排到這樣的 好 好像新開 但是很香 它應該是剛剛送完貨 不敲二萬 應該在後面敲 可惜看不到幾錢一斤 段股都不會貴 排到這樣的 我們每一次經過看到 這個樓盤又高了 這次還看到有主體 這裡原來是歷順麗足的樓盤 旁邊有廣瓦中 這裡不會賣得便宜 一份有幾個 三個 三個 都可以的 挺新鮮挺美 買五元一份 有些很殘很舊 五元五公也有 挺好 這裡很漂亮 行不行 五元三舊 給錢 再來 我們每一次經過這裡 都會看看裡面的貓 這是世界上其中一隻 最幸福的貓 就是要看著貓鱗的貓 但是看不到它 看不到 原來在這裡 這些就是老社區 舊社區的味道 還有平房 還有瓦頂屋 在屋的門口 賣薑 其實我們只行一部分 如果在仙頭外邊走過去 更多 有些更賣指甲鉗 後面是理髮店 很舊的感覺 這裡不知多少錢 6元 15元 現在就5點了 差不多 我們都是吃飯 不過有個事情就是 那些風真的越來越大 據說颱風是甚麼時候 明天 旁晚就到 希望到時不要太緊要 不過不要緊要 我們廣東省廣州 應對颱風也是很有辦法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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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這裡了 超… 至尊深井燒鵝28元一例 對… 可以 我知道到哪裡了 走前一點 就是之前 有個潮山老闆教我吃 潮山牛肉 可憑那裡 不知道在前面那裡 前面還有個… 中三百里 是,中三百里 近一點 這個甚麼? 車田豆腐 豬手48 青軟雞50 吃燒鵝就不吃青軟雞 這個28元 不知道可否兩味特價 這個是33 那個是… 有條件的… 甚麼? 糯米骨 是嗎? 好吧 好,我們又找到位了 這裡叫做… 家和酒家 這裡其實不太容易找 原來在地鐵站過來 真的很難找 你可以找的 中三百里 其實最好是中三百里 幸好我們都叫做… 色色地路 所以才沒有檔室路 又來到眼花療療獨餐牌時間 家和酒家 我最喜歡這些餐牌 那它在甚麼位置呢? 南岸店 待會先跟大家說交通路線 特價菜特別多 這個深井燒鵝營 38元 這個是已經… 不知為甚麼 總之就… 可能是 38元都很划算 28元就更驚人 還有鵝鵝 自從上次吃鵝鵝之後 其實我都愛上了這種食物 真的嗎? 是的 我以前是不吃的 還有雞 清遠縫中縫 50元半隻 又或者… 蔥油淋鮮雞 88元 即是大隻些 即使是半隻都好 它的份量都會多些 不貴 800元 真不貴 一六百多不貴 再來還有魚 現在很喜歡用花椒去做鵝鵝鵝 可能鵝鵝沒有甚麼味道 這個都可以考慮 這個可以考慮 58元一條 至於這個 其實我們不是太喜歡 魚這樣擺放 不是太喜歡 如果不要花椒 其實這個也擺放在購物車 釣水瘦身碗 我們吃魚 不是 是我吃魚 最重要是有這些 釣水瘦身碗 它的肉質是特別鮮甜的 除此之外 這裏還有乳鴿的大咒 高清 就是這個 是 燕焗乳鴿鴿 23元一隻 太多便宜菜不行 大廉鮮鮑 燜鯉雞 這些不看 再來是燒味 燒味 如果剛才我們點了叉燒 當然不會點 因為只有兩個人 但如果人多 現請朋友 78元來 這些多大體 如果放入杯 也可以 燒肉叉燒 都是48元 還有這個 這個也是很受歡迎的 這個 但我們叫燒鵝 可能未必叫 鹽焗豬手 金牌鹽焗豬手 正 還有這個 大盤腦味有多少 48元 什麼胃都有 有鵝腳翼 有鵝嬸 應該是 還有鵝掌翼 八塊一隻 都有 甚至乎 還有這個 厲害 白切 我三隻 我們經常吃粵菜 這道菜 不多見 這道菜 不多見 又有鵝腎 又有鵝肝 又有鵝肝 又有鵝腸 我們吃什麼 剛才說 魚 燒鵝 加白飯就可以了 這個 哄小孩 58元 蝦蜜瓜 海鮮 我不是很想吃這個 我甚至乎 想要鮮菇炒牛肉 也好過 鮮菇炒牛肉 草菇炒 我一般是對這一道菜 又或者不怕油膩 送飯 人多 這個都好吃 還有蒜香骨 椎鹽沙蝦 粵菜酒樓做這些 不會太差 虎皮尖椒 豆角 蛋角 炆豆角 很有趣 還有 牛尖炒 魚桂子 很多菜式 扇子骨 這個又很受歡迎 鹹豬手 還有不貴 以前 剛開始見到 有些菜 賣八十多元 這個賣五十多元 還有冰川茄子 東波豬手 這種做法很新 它應該是 我都不知道怎樣 六隻 有 真的很多粵菜 還有苦瓜炒牛肉 涼瓜炒牛肉 涼瓜炒牛肉 四十八元 其實不容易做得好吃 這個 最好吃的那個 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又或者是 墨魚仔 漿爆墨魚仔 好吃 白灼又得 五十三元一例 接下來是 冬瓜 中 人都有好 這些菜 冬瓜 不想吃 我剛才看到 那個已經否決了 其實如果吃得下 就會叫 有多幾個人 就會叫 牛肉 又或者 煲 果汁豬扒 這些 就常見一些 燒酒菜 香酥牛 炸田雞 還有 芙蓉蛋 這些 又是請客菜 請客的粵菜 這些正常 好 還有 松子魚也有 四十八元一條 是 還有這個 這個 蒸白灰 松子魚 還是瘦身環 二選一 是的 二選一 就是這樣 這個得意 就是 焦鹽泥抽 三十八元 怎樣 我們決定成怎樣 松子魚還是瘦身環 我想吃瘦身環 瘦身環 瘦身環 不用太操意 要不要蔬菜 魚腸焗蛋 又或者台山菜花 台山菜花 不用在這裡吃 沒有 蔬菜 後面 炒芥蘭 又是這個 又或者清水時菜 薑汁炒芥蘭 不過我不是很喜歡吃芥蘭 在後面 金銀饅頭 馬拉糕 馬拉糕 28元 28元馬拉糕 都可以 好 試一下 很大 一天吃還可以 應該不會收你28元 那隻 好 就這樣下單 魚 馬拉糕 和燒鵝 好 就這樣定 首先我們在河樓街 然後在我們的往南 就已經在環翠圓小學 等一會 我們吃完這頓飯 就會往南圓街文化站方向走 一路走一路走 就會走過南岸那些小區 舊屋 城中村 然後一路走出去 就會到中山八路地鐵站 在這裏走到中山八路地鐵站 F出口 需要多久呢 需要19分鐘 一個送上來的 就是這個 雞湯浸海環 你們真是猜不到多少錢 先看看 這麼大條 怎麼鬼樣吃得完 是 通常都是鎮很多的 價錢是28元 是的 有些花生 有些炸菜 然後燒鵝也都送來了 都是特價的 就貴少少 33元一發 我們也點了一個蔬菜 32元的 上湯九幾難 好餓了 吃東西了 現在差一點點 足夠6點 哇 這個魚很棒 不過鵝與其他魚不同 骨頭比較多 但是骨頭一多又滑一些 這些骨頭很幼 所以吃的時候 需要非常地小心 我當然是先從一些 淡味道的食物開始 就是這樣 骨頭很滑 骨頭很滑 沒有任何問題 很棒 真是28元 你想怎樣 還游過水 不會有很多泥味 因為我們以為是很小 也很正常 應該是這樣 但是想不到 慢慢都想不到 是這麼大條 嘗嘗這部 擺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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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酒不會用鵝魚 上次我都不記得 在哪裏 又是吃鵝魚 那條鵝魚 就是一般 又或者這樣說 不要說一般 是這條比那條 上次那條 都不貴 骨頭肯定有 嘗嘗 嘗嘗 上菜快 摺到來 九幾牙 都到了 真是幼一點 你看 對 最尖的部分 這個 先放一放 我欣賞一條魚 如果這個飯店 放回到龍春路 那些老城居 即是再老一些那些 我想 真的要一早來拿位才行 都不是 競爭很大 但是那邊有客戶 這裏 就舒適在什麼 交通路線 離地鐵站比較熱 這個是真的 其他一切都好 無論如何 冷氣 到到一些食物 至少我現在吃這個魚 都是很好 炸菜不錯 不會太鹹 但又爽脆 加上花生翁 做法真的不錯 加上少許蔥 吃完魚都飽了 真的想不到很大 哈哈 大家笑我 不要去求我們 跟他做到 剛剛燒好 那種感覺 正常的表演 應該可以 都脆皮 而且 下面的油 都 肥膏 都不算太多 完全對得起它的價錢 是的 而且我們這個是下裝 還有一隻 有隻鵝鼻 這個位置 這個應該是 是吧 裝來的 再看清楚 挺滑的 嗯 不過相比之下 我更喜歡這個魚 燒鵝 正常表現 皮很脆 很脆的 這件 我嘗嘗 脆的 真的很脆 很酸 真的很好 特價也可以說 有些肥 有些肥香 不喜歡肥 就咬出來了 接下來就到 九幾尖 夠了 尿梁 如果不是我們廣東人 經常吃九幾葉 你真的 忽然不到它 是九幾 而且 夠了 很嫩 它裏面是有皮蛋 還有一些杞子 不算了 很苦很苦 可能那些九幾葉 越大片越苦 非常之嫩 不過眾觀這麼多道菜式 最好吃 都真的很好 比上次我記得去哪裡吃 真吃 那條魚 好吃 龜好吃 嘩嘩嘩 那些骨很幼 這條可能它夠大 我本來不知 骨頭沒有那麼幼 你看 我們才吃到這麼少 吃了一半碗 尾巴也沒有吃 可能因為海環 沒有那麼多骨頭 但吃這些 就真的一定要很小心 好,我們又吃飽飽了 最終埋單是 一百一十元 魚吃了半條 燒鵝剩下很多 那個菜葉 九幾葉 就很幼很嫩 給我吃完 就是這樣 一百一十元 還有很多打包給女兒 因為她又在家 等著我們拿飯回去吃 人均多少錢 人均三十三 三十元 對呀 值得吃 這裏又有順德加廚 怪不得 所以 就是因為競爭大 所以價錢才便宜 和味 胡蝶骨 近期有觀眾 在留言區問我 為何廣州那些 飲茶、吃飯 這麼便宜 好像剛才那些 這麼大條魚 收你三十多元 廣州 廣州其實是 二十八 先不要說它是一個營銷策略 它肯定整張單有錢賺 它才會做的 它肯定是有錢賺的 是 是 你說 第一 可能賺得錢 最多的可能是做飲宴 一張桌 十個人吃 千多元 這樣 我們這些 就叫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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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宴 茶位錢 那意思 意思是 它主力賺錢 平時 這些 叫做 吸客的行為 是的 多多知道 生日 放個滿月酒 那些就要賺多些 因為它們還有三樓 第二個 就是一些茶樓 為何又會 這麼便宜 好像我們做的 那些都算貴 你知道嗎 它最主要廣州 其實真的物價指數不是很高 即使老城區 很多城市最低 是的 大城市裏面物價指數最低 是廣州 是周邊中山都不夠廣州 哦 即是你說食物 物價 物價 那倒是 廣州出著不如醉豬 我們去到唐三那些 有幾次貴的菜 那倒是 蔬菜 我們西朗市場 很常和大家去的 大家都見到的 都不用我多說 它那些菜一運到來 就在這裡賣 當然便宜 包括老城區 這些都是 就是樓價貴過下面那些地方 其他大多數 還有停車位 貴過下面那些 是的 就是我印象中 真的只有這兩樣東西 停車貴和樓價 樓價不能說 大城市 你沒理由便宜一個中山 這樣就不對 對吧 所以 正所謂出著不如聚處 就是這樣 我們今晚就在這裡走出去 一路走出去 就會去得到石路基 至於鏡頭的左邊 這裡 就是環翠園小殼 好像過了 我都不太記得 還未過 這條路 都是很有味道的 再往前走 會見到有很多 那些 那些 池塘 馬士的池塘 早一兩個月 我們經常來這邊 近期 發現它 最主要市場這裡 就不容易鬧 所以少來 又有雪糕批發 前邊 又有 糖水吃 還有早前 整路 這條路就沒有那麼好走 而且這條路終於整好了 就是面前這個 這些也是很有生活氣息的地方 吃過飯盒 12元 桂林米粉 最便宜多少錢 9元就有交易 9元 買牛奶 各種都很便宜 因為廣州是一個雜散地 正在大灣區中間 有很多東西 越東越西 過去都是要經過廣州的 就是這樣 糖水泡就是前邊的 水果店旁邊 撿走了嗎 是嗎 還在 還在 阿姨說她做了幾十年 阿姨 隔了頭 否則吃得太飽 其實應該是 再要買一份芝麻苦 好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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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為何這麼便宜 就是有原因 大家看到 話音未落 就說完了 13元一個蝦蜜瓜 而且老婆蝦蜜瓜 很擅長 一看見 就知道 買得過 就是這樣 所以 事實勝於紅便 天色也越來越暗 我也是時候 快點拿點食物回家 約定各位觀眾下集見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幫我分享這條影片給你們朋友看 又或者 給個拉我 下集見 拜拜 這就是我們辛辛苦苦 捧回來的蝦蜜瓜 對 真的很薄皮 這些 捧到手都冤的蝦蜜瓜 老婆捧 13元 這還要是其中一部分 它是很沙的軟 真是棒 這麼重 都抵 生夢 有你的 就 你 的 會 在 每次 都 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